苗栗市一處民宅 在過年期間 被一名頭戴安全帽的陌生男子闖入 當時屋主正在樓上休息 一樓只有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還好屋主及時發現下樓赤紙 陌生男子發現事蹟敗漏 心虛離開 雖然說屋主發現家裡面的財務 好像有少 但是因為家中監視器死角 沒有拍到男子是否刑切 因此沒有報案 不過還是PO文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而警方根據監視器畫面 查出闖入民宅的男子 他是轄區的治安人口 雖然屋主沒有報案 不過警方還是會通知他 道案說明